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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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有什么意义呢 不代表任何意义 要的还是一个完整的画面 你才能让你的 看到你照片的人 我讲的吸引他们的目光 转身 转身 转过来一点 对 你慢慢的 你要引导他就在这个地方 然后像他这个时候 他因为 好 你手可以慢慢放下来 好 你慢慢的可以请模特做他 譬如说我们他现在转过来 已经是你要再转过去一点点 好 转过来 然后手慢慢上来 你就可以这样 对 你要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环节 抓到点 然后回来放下来 然后呢 要的时候是 好 转过来 一次来 一次 转过去一次 刚刚一次动作 完成 走上来 走直接上来 对 你懂我讲意思吗 好 可以 谢谢 就是一个感觉 就是我们引导模特的时候 你先让他的pose先做好了以后 你让他再重来一次 千万不要 好了 就这样 好 一直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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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最大的毛病喔 我不晓得别人是怎么做 我不会这么做 我会让他知道这个感觉以后 让他自己去解释他 你懂我意思吗 你要让模特有发挥的空间 你要让他去诠释我要的感觉 比如说 我只能跟他讲 你可以摆几个甜美的 好啦 摆几个来啦 甜一点的或追嘴的都可以啊 你看 你让他去发挥 有时候我们是摄影师 不见得我们 你给他看的图片 或者是说 你要他做的东西 他是可以一模一样做 可是呢 那是他吗 那绝对不是他 对不对 你要让他做他自己 相对的 你只要达到你要的效果 那是最重要的 并不要把他强迫说 你一定要摆什么pose 你一定要这样才是可爱的 这样才是可爱的 不是这样子 性感也是一样喔 你要让他呈现性感的效果 也是一样的道理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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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